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的主题就是测评这一款 在泰国购入的美宝莲的粉饼 然后这款粉饼我在微博上面看到风还挺大的 很多拿它跟makeup forever的粉饼来进行比较 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刚好去泰国追星 然后购物的时候有看到这个粉饼 所以我就购入了这一块粉饼 想给大家录一个测评 来看一下它作为底妆的话表现的怎么样 然后呢我先讲一下我的皮肤状态 我是两颊偏干TG会偏油这种类型 然后呢现在是我截完面的状态 然后涂了个润唇膏我们来开始护肤吧 然后呢上粉饼之前的妆前护肤也非常的重要 你的护肤一定要选择保湿度好 而且清爽的不会黏腻的护肤 不然的话它会让你后续的粉饼底妆造成搓泥斑驳的现象 所以你们一定要选适合一点自己的护肤品 来进行妆前的护肤打底 然后我用的护肤品一就是这款对上胶吗 我用的依旧是这一款国语的水乳 然后我用这款水乳还挺久了 大家应该也陆续在我两三个视频里面 有看到我使用这一款水乳吧 然后呢这款水乳的保湿度 就刚好可以满足我夏天的需求 然后呢保湿但是又比较清爽 它的水是那种果冻质底的吧 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是水但有点像那种细细冻的质底 我们先上一下水 水的量我一般无论是用哪款水 只要是妆前保湿的水我都会用的量比较大 如果你是喷雾型的话我会多次拍 就是你喷了一次喷雾 喷很多然后怕大量吸收 之后再喷多一次喷雾再拍大量吸收 反正呢就是尽量不要在脸上叠加太多的产品 但是怕干燥怕卡粉的话 你可以在水这一方面多次的叠加 然后呢就会比较好 然后今天都没有拉背景布直接这样子录视频了 因为我发现背景布其实还是对整个视频有挺大的影响的 就容易曝光 然后呢让我的颜色发绿偏红偏蓝 或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而且经常会对焦到背景布 所以今天刚好室友不在下面 我就尝试着录一下没有拉背景布的 就这款水乳能满足我妆前的需要吧 就是既清爽保湿 然后呢又不会太过粘腻 所以我最近还挺爱用这一款来做妆前打底的 然后用一下乳液 一泵就够了 我不会用太多 因为它延展度还蛮不错的 但在宿舍录视频不可避免的还是用打光的方式来录视频 因为没办法自然光录制 我最近长了好几颗痘痘啊 虽然说皮肤状态有变好 但这几颗痘就是卸妆卸不干净导致的 就是去泰国最新的时候回城 然后从泰国飞到韩国的时候 然后本来就是十二点就好好妆了 那就我是应该九点钟左右上了底妆 然后带妆本来就带了很久 然后带到晚上第二天 然后晚上凌晨的一点多 一点多上飞机之后呢又要坐七个小时的飞机 我在飞机上待了一两个小时我才开始卸妆的 然后因为带卸妆品不多 用了朋友的卸妆湿巾然后直接卸了 卸完之后也没有用水洗也没有用前面奶洗 就直接睡觉了 结果一到韩国就发现暴涨痘 就狂冒痘 所以大家卸妆一定要卸干净 加上我自己在泰国韩国待了太多天了 非常想吃国内的东西 所以到韩国就疯狂吃麻辣香果麻辣烫 然后回来也狂吃辣条薯条 搞得像皮肤状态 所以说痘印什么是淡化 但是就会冒出很多新痘痘 让我挺烦恼的 下巴这一圈 还有脸颊这里一两颗 还有额头一些小痘痘 很烦 给大家看一下 嗯 妆体护肤好之后的皮肤状态 这里有一颗刚挤完的 然后加上我最近因为去追星 然后呢 所以我就没有带仪器出门 就最近都没有使用那个美容仪器 然后我们现在等待几分钟 然后让护肤品吸收 再来上我们后续的底妆 这样子对你底妆的持久度 贴合度等等都有帮助 所以大家一定要切记 要让每一层护肤品进行吸收之后 再叠加下一层 然后上底妆也是得等一会儿 让护肤品稍微吸收之后 再上前妆前护肤就做好 我也不用任何妆前乳 我们直接就这样子可以上妆 然后我发现这个泰国的美宝莲粉饼 它是有两个包装的 我去了两个店里面两个包装都不一样 一个是这种长方形的包装 一个是正方形的 类似它是腮红的那一个包装 我不太确定 然后大家说的是哪一款 但是我看了 但是我看了一下微博 好像大家说的比较多 就是这款长方形这款 所以我买的是长方形这一款 然后这款粉饼 我自己是有试用过的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遮瑕力 所以我要在上粉饼之前呢 先在局部 我们需要遮瑕的地方 使用一下遮瑕液 然后我们来进行遮瑕 我找个镜子 眼下也不要忘记 我们这样遮瑕液的时候 我现在发觉 就不要一下子全部都放上去 因为这样干得很快 就先把局部用斗映这种 你干一点 没关系有地方 先涂黑眼圈 就不要两边都同时戴上了 因为眼下的地方是非常容易干燥的 因为眼下的地方是非常容易干燥的 嘴角的暗沉也遮一下 好了 之后我们用海绵蛋拍开 海绵蛋我没有打湿 直接干用吧 我还蛮喜欢干用海绵蛋的 但干用海绵蛋的话还挺考验底妆的 就是你那种比较干的底妆 你就不可以干用 粉膏这种也不太适合干用 像DW的这种粉底液 我觉得是肯定不能干用粉底液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DW粉底液 我觉得它粉质还挺粗糙的 然后又比较干 如果你干用的话可能就有点粗事 然后我有MAKE的那个定制无瑕粉底液 也绝对不能干用 它的粉质也很粗 我真是闲置了它很久很久了 因为我发现它真的不太适合我的皮肤 粉质非常的粗糙 而且氧化很严重 好局部上好了遮瑕之后呢 结果我发现我现在上底妆轻松了很多 因为要遮的东西少了很多 因为皮肤变好了 我觉得皮肤变好 不只是因为我去做了医美啊 真清 还有使用仪器什么什么的 护肤品搭配也非常非常重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讲过的那个日本AG那种牌子 我真的觉得是真的超无敌好用 而且我这次去泰国韩国旅游 我注意会很方便 我直接带这个 就这个面霜出门 然后一天一包刚刚好 然后它的质地也是比较滋润不油腻那种 所以不会让我觉得有很厚重闷痘的感觉 然后它淡化痘印啊 修复皮肤 让皮肤再生的效果是那种肉眼可见的 接着使用下去你是真的能看到痘印的淡化 然后它只能在晚上使用 所以白天我用是别的水乳 就是我刚装天护肤用的那个固域的水乳 然后晚上的话就会用它 来进行修复什么的 这个的话我觉得干皮和和皮都能用 油皮其实也能用 但油皮的话可能得空调防内使用它会比较好 但是现在天气慢慢的也有没那么热慢慢变冷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的 然后呢这款面霜我是晚上用 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搭配一下它们家的面膜用 因为我不是也有买它们家那个什么 AG抗糖面膜吗 不过金色奈何我用完了 只现在蓝色要去补货了 然后我们遮瑕液就上完了 然后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啥子是遮得七七八八了 遮 会不会被骂这样测评粉饼 但是那个粉饼遮瑕力真的太微弱了 我额头就没怎么遮瑕 所以我用额头照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粉饼的遮瑕力度 因为我今天还要出门 所以我不想底妆花花的 所以我就还是上一些遮瑕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粉饼 它好像会流指纹喔 我看到没有 然后它自己里面是自带了 粉铺的 但我觉得它这个粉饼很垃圾 会影响整个底妆的质感什么的 所以我决定不用这个粉饼 我要用一下自己的上妆工具 我用的上妆工具是两个 一个是这种平头的刷子来上粉饼 然后呢一个是CPB的粉饼 然后还没有用过是姐姐的朋友送我的 听说这一款粉饼具好用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半张脸半张脸的上 这半张脸用粉饼 这半张脸用刷子 我们先用粉铺来上一下 我粉买的色号是什么来着 我买的色号是太板的 腰腰里 我摄一下好像有一点点白 但是还好 看到了没有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天气也变冷 我用到的底妆也会慢慢变白一点点 而且我很怕那种粉饼啊什么什么的 压上去之后比我的粉底暗或者是 就偏色偏绿或偏粉 我就会觉得很窒息 所以我觉得要白一点还好 深的话我可能就没办法全脸用了 它粉很细 上下一点皮 就一下子有抹皮了的感觉 因为这个粉铺取的粉量不是很多 其实我用了它进不少的 然后我们来上一下额头 看一下它对额头的遮瑕力怎么样 我把灯稍微调暗一点点 我觉得刚刚灯太白了 但是现在我自己肉眼看其实很暗 但是在相机里面看起来 就是比较合适的灯光 所以这个灯光这种东西真的很难操控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脸上的妆感 然后呢我现在来上一下额头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周霞力 大家对比可以看出来吧 它有那种毛 大家对比可以看出来吧 它有让你整个皮肤柔化的感觉 然后呢有磨皮 然后柔胶的感觉让你整个皮肤 但是它是没什么遮瑕力的 但其实它上的少的话 它对我皮肤提亮的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101这个实话对我来说还挺合的 但是不可能上太多 上太多的话就会太白太假 但是我脖子本身就比 脸黑深 而且这里有投影嘛 我这样子 你看这里 其实是有比我的脸 看这里的话其实是有白 但是没有白到特别夸张的 没有白到特别夸张那种 但是还是有白 就有点假 可能还是要化一下妆 就会不会那么假 然后我们这半边 用这个粉底刷来上 给大家拉近看一下 给大家拉近看我上这个粉底 你可以用那种圆头的扁头的刷 然后用点搓的方法上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对毛孔的隐形效果更好 对毛孔的隐形效果更好 我要下去了 哦好 我拉近了 看不掉这个 对毛孔的隐形效果更好 正常的 准备 我的隐形状 就有一条 你用点处理 全臉都上好了 其實我覺得用粉撲和刷子上的妝感 沒有特別大的區別 但用刷子好像對毛孔的柔膠效果會更好 因為刷子這邊上的話就沒有 像粉撲這邊上的乾爽 因為粉撲上的粉比較均勻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個效果 它是有一定均勻膚色什麼什麼的作用 但是它是沒有什麼遮瑕力的 然後給大家在手臂試一下這個粉的顏色 它的粉真的還挺細膩的 它我手臂內側顏色其實還挺接近的 所以在我臉上的話就是有提亮的效果 但是不是特別假的那種提亮效果 然後我們整個底妝就上行了 我再給大家近距離的觀察一下 然後我今天想給大家錄一個7個小時 甚至可能更長的帶粉餅的測評 然後我也會出門 然後但是今天不是特別的熱 但今天不是特別的熱 然後昨天就會很熱 今天倒還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天氣啊 今天是32度 體感溫度是39度 然後因為昨天晚上下了雨 所以它現在不怎麼熱 但是現在已經也出太陽了 然後晚上也會跟室友他們出去吃飯 然後可能是烤魚什麼什麼 就有那種蒸氣蒸一蒸 到時候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在這些條件下它的持妝度 和整個的妝效是怎麼怎麼樣的 然後呢現在的時間是 現在是中午時間的2點13分 然後呢我先去把其他妝容給完成了 再給大家回來檢查一下 然後去隔幾個小時一個小時什麼 給大家反饋一下妝容 整個妝就完成了 加了一個丸子頭 然後 這種感覺 燈光太亮了 調一下 這種感覺我不太 適合弄瀏海 泰國 妝已經化完了 然後呢 口紅用的是在泰國買的 是這一支 感覺可能會有人問 色號是13 我腮紅用的色系也是差不多 也是在泰國買的 超可愛 4號是M7 為什麼今天我看起來怪怪 擋掉鼻子就不怪 露出鼻子就長得很奇怪 也是這種 再給大家看一眼口紅和腮紅的顏色 然後現在是幾點 我們看一下 現在是15點20 我中途磨磨蹭蹭 加化妝各種方面 過了一個小時 那樣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過了一個小時在空調房裡面 戴一個小時那樣子的話 的 底妝效果 拉緊一下 戴妝久了之後 我不知道是戴妝久了之後 還是因為我上了其他的妝容 畫了其他的妝 所以呢 現在這個 底妝就沒有像剛剛那樣子有點帶面具的感覺 就比較平面的感覺 它現在整個底妝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然後沒有出現斑駁 我卡粉 脫妝這種 夠紅沒塗好 整個底妝都是比較白淨的 而且它在上面我這個腮紅 應該是沒上好 我用力的暈染刷開 也沒有造成卡粉斑駁什麼的線 然後目前戴妝一個小時的話 就是這樣的效果 然後呢 我還挺滿意的 然後整個妝效也挺好看的 而且會比我去上 比較多的粉底液 和遮瑕來說 肉眼開會薄透耶 就是那種柔膠的妝感 我還挺喜歡的 然後我們後面幾個小時再接下來看一下吧 Hello everyone 現在是16點13分 差不多就是過去了兩個小時那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我 現在的妝效 我依舊是待在空調房裡面 沒有出去 我感覺整個的底妝都保持得很好 就沒有出現什麼什麼 就起碼它通過了空調房的考驗吧 因為乾狀的粉 其實我還挺擔心說 帶妝就在空調房久 它會拔乾 它這個樣子的狀態的話 證明它可以在空調房的時候使用 也可以在冬天使用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我用鏡子檢查一下細節的妝效 鼻翼什麼沒有脫妝卡粉 然後嘴角 把靈紋這種地方容易卡了 也沒有出現問題 我們把瀏海掀起來看一下額頭 有顆豆皮線 我還挺滿意的呢 對這裡光澤感不是粉餅喔 是因為我在這裡居不上一點點高光 18點56 現在18點56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妝 18點56差不多就算是過了四個小時左右吧 再過十幾分鐘過了四個小時左右 然後我一直在空調房呆著 我現在就準備和所有出門去吃烤魚 然後呢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妝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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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小瑕疾露出來了 就這瑕疾露的地方有些露出來了 但整體還是沒有出現那種斑駁啊卡粉啊 然後什麼的現象 對焦好慢 就整體的狀態我還挺喜歡 它不像那些其他的粉餅底妝一樣 讓我覺得非常的乾 然後呢它整個效果我都是挺滿意的 現在我的豆花烤魚 還有我的傻皮帥喔 好帥喔 這邊還有一個 已經拍囉 我們先吃烤魚 然後呢應該會出汗什麼的 回去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剛吃完烤魚給大家看一下 鼻子出油了 其他地方沒有出油 整體的妝效我還挺喜歡的 就體會到了有些人說那種奶油肌的感覺 我其實還是在想說 粉餅怎麼會有奶油肌的感覺呢 現在是幾點啊 29點嗎 21點 21點就是 29點 21點就是 現在是21點大家可以 看一下 HELLO 我喜歡炭魚回來了 超熱 一身炭 因為走了 一段路回來 還有爬樓梯 現在時間是22點13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狀態 我真的超熱 我瀏海什麼都濕掉了 就 由內而外的出汗出油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加上太陽那個蒸氣一直在蒸 嘴角這邊應該吃東西 擦掉了一些 我才錄視頻 然後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整個底妝保持得很好 也沒有出現出什麼出油出汗之後的暗沉 我要把劉海夾起來 就 我覺得還挺滿意的耶 這個底妝 我覺得它不只夏天可以用 冬天也可以耶 也很薄 就存在感很薄 就 其實比粉底液的存在感 會低一點這種粉類的底妝 我還挺喜歡的 你們覺得怎麼樣 再拉近看多一次 口紅 剛剛是麥炫風 掉了 我拿鏡子檢查一下 因為我戴眼鏡其實看的不是很清楚 它有出油什麼的 但是我既然 然後鼻子裡也有一點點小脫妝 但是我既然沒有看到它有斑駁卡粉的現象 我還以為這種粉狀底妝會出現這種現象 其實我是很少使用粉狀底妝的 因為我之前皮膚超糟糕 然後 所以一直有考慮到粉底液什麼 就沒有試過這樣直接上粉狀底妝 我還挺滿意的 我覺得大家喜歡清本油妝效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款 但是我覺得 大油皮的話可能就不是很hold得住 但是我目前的話摸著還是比較清爽 但是沒像之前那麼乾燥 但還是一個比較清爽的狀態 所以我對這款 打分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 88分 左右吧 然後呢 我為什麼扣了一些分 扣了一些分的原因 是因為 剛上完這個底妝的時候 如果沒有上其他的地方 沒有上其他的 完成其他的化妝的話 看起來整個臉有點平面 但也有可能是我色號選擇的原因 但是 就扣了一點分吧 然後呢 我還挺滿意的 他的妝效 不能說是特別特別美麗 但他能保持一個乾淨 然後持久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還很不錯呢 劉彤快點來 說那句話 不要露到 你不要露到臉 你說吧 我不會說 你說 記得雙肌 猛大 好火星啊 掰掰 哈囉 我又回來了 今天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我擦到一邊底妝的效果 然後呢 所以我選擇用卸妝水 來卸底妝 因為今天很懶 雖然現在跟大家說 不要老是用卸妝水卸 但是真的太懶了 所以就用卸妝水來卸一下 也順便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擦掉一邊的效果 我今天大家像我這樣停留一會 再輕輕地擦掉 就減少要多次摩擦 我上妝之前這個粉餅 對我來說是微微提亮的效果 所以我現在卸到一半帶來看 跟我的膚色差也不是很大 然後呢它其實這邊還是會比這邊白 所以呢它的氧化還是比較 表現得比較好的 就沒有氧化特別厲害 你再講一次 現在講嗎 現在講嗎 現在講 我要沒電了 再來大聲一點 你跟我一起講好不好 好 記得 我說我相機要沒電了快點 記得 雙雙雞 摩摩他 拜拜